硬盘有两大谎言 我们买的PS5标称是1TB容量 但进系统一看只有800G可用 我们买的新硬盘 核上标的是7300Mbps 但实际上不到3000Mbps 难道这是虚假宣传吗 我们可不可以假一赔时 当然不能 因为PS5游戏机自带的系统文件 还有必要的系统缓存 大概会占用200G 1000-200留给用户的也就剩800G了 老板的PS5总共才820G 留给用户的实际剩余空间 只有600G多一点 是一个道理 另外硬盘标记的是 7000Mbps或者7300Mbps 这都是实验室的数据 也就是最好的速度表现 而实际上我们买两个 7000Mbps的硬盘 转移文件 速度也就3000Mbps 这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事情的真相 不一定是你认为的那样 但实际上还有标的速度慢 实际上速度快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